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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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已经过了第11天 我才来开始拍录片的影片 因为今天其实我是要做一件东西 我才会录这个影片的 然后 你们看到我手上这个东西吗 就是这个呢 三脚架我已经从网上订来 已经货到已经一个星期多了 然后 我只是拿来开 可是我还没有试用过 所以今天我拍这个影片呢 也顺便来试用一下 这个三脚架到底好不好用 希望我买这个 不要再坏掉了啦 真的是没有钱了啊 然后这个全部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今天我要帮我的 仓鼠清理东西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啦 啊 你看这个全部都是很像那个 肮脏的物啊 啊然后你们看 里面真的是肮脏 里面真的是肮脏你看 还有那个苍蝇呢 可是手机我拍不出来啦 就你们看啦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帮仓鼠清理他的 讲 可是我不会帮仓鼠冲凉啦 因为仓鼠冲凉真的很难啦 如果你一不小心冲到他的耳朵的时候啊 那就死翘翘了咯 冲到他的耳朵可能啊 不在人室都有可能不在动物室 不在人室不在动物室啊 一样的啦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啦 因为你看啊 他已经这边忍不住了啊 因为你们看啊 其实仓鼠是夜间动物 然后你们看这样子 可能太臭了 他们睡不着的关系 所以 我们 废话不要太多啦 我们现在就帮仓鼠清理他的家吧 Let's go 然后我们先把仓鼠 遇到这个啊 这个空间里面 这样我们才可以洗他的家嘛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抓出来啦 我是不会这样啦 因为我已经抓过很多次了 不会的啦 他不会咬人的 我们就慢慢抓出来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哎哟 哎哟 然后再抓这个出来 嗯 所以你们就好好待在这边先啦 我们 冲好你的家 我们再见面啦 参数 所以我们拜拜 当然了 这个水也是要拿掉一下啦 不拿掉 难道这个一起冲咧 哪里可能 所以我们这个也一起拿掉啦 先放这边咯 这样子 可能他们才喝得到嘛 所以我们废话真的不要太多了啦 就真的要帮他冲了啦 OK啦那我已经进到冲凉房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快速的帮他清理吧 很错啊 喂 嗯 嗯 站起来也是会碰到我 然后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啦 就是那些如果你洗好的那些长屎的那些大便啦 尽量就不要丢掉啦 然后就啊 拿那些东西就丢给那些植物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样子那些植物才可以吸收营养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丢吧 OK啦那我们现在就丢一下 很重啊 喂怎么这样重啊 我们就丢在这个植物吧 哇 enterprise able 好 水 水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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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剩下的东西呢 我们就不去加了啦 因为有一点点而已嘛 所以这些剩下的我们就可以拿来丢掉了 所以要好热哦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擦干一下嘛 可以可以可以没有味道的没有味道的 就擦干它里面就可以了 可以了啦 反正 是一点点也不会怎样的啦 好 然后我们也顺便 不是顺便啦 这个本来就要做的啦 就是 一起来倒它的这个什么木屑 跟这个 饲料啦 当然我们先倒木屑 这样会比较好 好 你们等下哈 等一下就有东西了啊 给你们干净的 夹住 为什么倒不出来呢 这个也不可以倒太多 倒太多很浪费 这个一个东西都不到两块钱了 好贵 Oh my god 好了啦 这样一点点其实也是够的啦 那我们现在就 倒它的饲料吧 可是 我也想不清楚啦 就是你看它的 那个饲料这样大 这样一 就是很大粒啦 可是不懂为什么它们可以吃哦 嗯 如果是我 然后这个摸起来是真的很硬哦 可能它们的牙齿比较尖锐 一下就 吃掉了啦 倒了 纳成果就是这样啦 当然了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做好了嘛 不要啦 等下 不要这样子放啦 等下 它的饲料会全部 跌下去 这一块的地方 所以我们 全部东西已经做好了嘛 所以我们 现在就把 仓俗拿出来 放来 这一边 这一边 它们很吃 那位 啊 你看 哇 到你了 嗯 这个也是很吃 嗯 等下它爬出来 好了啦 终于啊 就这样子做完了 你们看它们多开心 可是 这一只 这一只 还是要爬出来 就是 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长鼠那么喜欢爬出来啦 然后 那么 我也不懂为什么长鼠真的很粗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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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啦 因为 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 我的长鼠是 住这个像这样的盒子的地方 因为 其实 不是我不想买那种真正给长鼠 长鼠 住的那个 物质 那个 对 聪明 因为其实长鼠真的很聪明 因为 如果你把它放在那边的时候啦 因为 可能有时候你要开门放水还是放那个 食物给它啦 就是要 开一个东西啦 就是这样子 我先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长鼠可能 它看到你开的时候啦 这个只是饭而已啦 就是因为你开的时候 你的手就会伸进这个洞里面 这个洞 然后就这样子伸 就是这样子关 这样子开 然后长鼠就真的很聪明 它就可以看到你做什么东西 然后 它就可能 撑你不在的时候 看不到它的时候 就这样子开它 就是 手可能伸进这个洞里面 这样子开它 然后就这样子跑出来了 所以我就会用那个青色的东西来代贴 因为那个东西它又不能出 然后 它又不能爬出来 对不对 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然后这个影片确实有一点费啦 因为 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 我怎么清理这个长鼠的东西 然后 就是也是顺便记录一下啦 所以 就这样子啦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也顺便说一下 就是 这个三脚架 很好用 可是我不懂用久的时候 它不会坏掉啦 我希望是不会啦 所以 这个三脚架 我先暂时用啦 嗯 yes 所以我们的影片就真的 就结束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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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